全球賽事件 我覺得這場比賽都打得不錯 整隊都有聚足部署 可能我們看過對面是什麽情況 看到他們去年打得怎樣 因為他們有影片在YouTube上 我們也有打回我們應該打到的東西 可能猜拆多些球 不要靠個人技術自己撐上去 猜拆多些球 守球要出聲 可能緊迫的時候 有些track 位要提隊友 後面要提前面的隊友 因為前面沒有人看後面 這樣守球 我覺得都發揮得不錯 希望我們可以打得好一點 因為我們上年youtube 可能見到對面的球隊 對另一隊球隊 有一條片是精華 我們都要看一看 可能大概看人家打什麼 打快多的 還是射球多的 可能有一些部署守球上面 因為我們都很想在這個比賽 有些成績回來 這些部署可能見到對面 他們守球可能是比較守聯防的 我們就希望 因為我們自己的隊友 有些是很鏟的 有些很射的 他們都有的 我們見到他們守聯防 希望不要鏟進去太多 猜拆多些球 猜拆空些射球 這樣 就是猜拆散對面的聯防 才可以有空位去打 上年我們去到16強 就輸了給英華 輸了很多下 我很想 其實可以最少入到8強 但知道是難的 但我們也會堅持練球 就是強化自己 讓自己可以走遠一點 我們想證明給別人看 因為我們看到精英賽 又分了會賽出局 其實Sonic又分了會出局 就是我們想 除了入到8強 是想證明給別人看 勝出不是廢 他是很好的 偶然 谢谢大家